他其实就是撕裂我们华小的河穴 这个是不是政府要看到的呢 我们雪荣董联会是认为 他应该自动辞职谢罪 教育部日前发布了 2020起向国民型学校四年级学审 介绍找一字执行指南 结果依然引起一些华团激烈反弹 雪荣董联会今天召开记者会 更形容这份指南荒诞无稽 而且无视董事会的发言权 以及不符合八董事会 列入决策单位的要求 这个之前内阁的一些决定呢 基本上是只要家屋 家长和这个学生不同意 任何一方不同意 甚至还没有讲人数 只要不同意就不应该 就不能够不需要办 那么你看今天 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 我们可以说是有点温水摸鱼 整个这个安排和这个官员的那个做法 这个指南呢 除了没有不符合那个八月 或十一号我们当时 这13个华英团体的一些对话 的一些安排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从我们从董联会的角度来看 它确实是在直接的边缘化这个董事部的这个主权 那么这其实是直接会威胁到我们的董事会的特征和这个本质 我们的本质 法小的本质 我想这样的饶过董事会这样的一个做的一个接策的方式呢 可能我们是非常的不满 早一世事件很明显是整个是违反教育部的内阁的决定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教育部长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因为你的官员发出来的指南 整个是违背内阁的决定 那这个我们教育部长他准备道歉吗 此外教育部长曾经公开表示 要接见包括雪荣董联会在内的教育华团 但至今依然没有消息 他还甚至我们的主要的董教总这些团体 是跟直接跟华小跟这个教育有关系的 他们他连接见都不接见 虽然之前还有答应说要见 我们的感觉他都在躲避 那他准备改变这个躲避的态度 雪荣董联会也指出 教育部长吴氏在1996年 教育法令第53条文规定 董事部是华小的管理机构 种种事件实为教育部长马智里失职 因此呼吁马智里营救辞职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叫我们的教育部长自动辞职 因为他失职 他完全没有去看看教育法令 我们的董事会的主权 各位我想基于这几点 我觉得如果要教育部长去调查一下 我们1298件的华小的董事会会不会同意 是不是应该他辞职 先注意 这个缘对我的 好的 生活 拍照 在真正 理想 看